今年是习近平主席提出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十周年 十年来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 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生动实践 也成为造福世界的发展带 和汇集人类的幸福路 新征程上 看中国 今天起 中国新闻推出系列报道 一带一路 携手十年 作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平台和阵地 口岸是中国对外开放的门户 在中国315个对外开放口岸中 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 防城港市的东兴口岸 是中国与东盟国家 唯一海陆相连的口岸 今天的报道 记者带您走进东兴 透过这座口岸城市的繁荣 看口岸经济如何支撑 一带一路建设 新征程上 看中国 一带一路 携手十年 我现在在中越边境 横跨北轮河的中越友谊大桥上 我身后 东兴口岸 是中国唯一与越南海陆相连的国家一类口岸 也是中国陆路边境最活跃的口岸之一 每天早晚来往两国的边貌商 边民和游客 让这座大桥变得格外热闹 每天早上 数千名背着大包小包的跨国上班族 从越南盲街市集中入境 成为东兴口岸的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越南人杨氏乔治是其中一员 他住在越南盲街市 在东兴口岸附近的咖啡馆工作 每天持边民证 早晚通勤 成为他的生活常态 现在过关很方便 如果不排队 不到一分钟就能通关 我从家里骑摩托车到口岸 再走到咖啡馆 只需要半个小时 越南商人阿兰 今年三月重开了 位于东兴的特产店铺 五一和暑假的生意出乎意料的好 今年以来 越南客人也越来越多 在我们那边的19年 2020年开始有高速路 河内盲盲街 然后海防盲盲街这边 都是比较方便 都是从以前的话 河内盲盲街这边 都是需要五六个小时 然后现在的话 只需要三个小时 口岸通关的日益便利 和交通条件的不断改善 推动跨境旅游热持续升温 据东兴出入境边防检查站介绍 仅在刚刚过去的暑假 7月和8月 他们查验的旅客超过110万人次 接待入境旅游团体3000多个 外籍旅客50多万人次 今年越南导游杜英秀也格外繁忙 他做导游20年 今年开始 每周能接三四个越南入境旅游团 今天他带的越南团 大多数人都是第一次来中国 他们对中国独特的风光 文化和购物体验兴致盎然 口岸经济的发展不仅带火了人流 也带忘了物流 近年来 随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 东兴国家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的建立 跨境货运量也快速攀升 据海关统计 今年前七个月 东兴市进出口总值 同比增长1.3倍 眼下 一辆辆满载东盟产热带水果的大货车 从东兴口岸的绿色通道便捷入境 在一带一路与区域经济政策沟通下 去年1月1号 RCEP 也就是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正式生效 东兴口岸的贸易品类和规模也不断扩大 近日 享受RCEP零关税待遇的 重达6吨多的敌棉混纺砂 从东兴口岸通关 进口到国内 我们有一些品类的话 使用RCEP 它可以减少到0%的关税 每个月可以享受30万的关税 一年的话可以省到 一两百万的关税 口岸经济体质增效 离不开基础设施的加快建设 在今年国家提出建设沿边临港产业园战略后 东兴试验区跨境经济合作区等沿边园区破土开建 眼下 一批互联互通交通项目也在边境地区推进建设 连接防尘港与东兴的防东铁路 位于中国大陆沿海铁路的最西端 是中国首条直通中越边境口岸的高铁 目前正在进行铺轨和接触网架设 预计今年底具备开通运营条件 我们现在进行的是防东铁路 全线接触网 电力 变电 通信 信号 等战后四点施工 它的架设质量 直接影响到列车运行质量 防东铁路开通运营后 广西及周边省份的游客 将可以更为便捷地来一趟中越边境一日游 开通运营后 防城港到东兴 两地通行时间将从目前的60分钟 缩短到约20分钟左右 边境口岸城市东兴也将纳入全国高铁网 我们在东兴市站还建设有动车物流的装卸线 这个动车物流开通之后呢 就越南的海鲜进入到中国能够实现 当天就能到达广西周边省份的老百姓的餐桌上 东兴口岸的繁荣成为中国近年来做强口岸经济 加强口岸对外合作的一个缩影 目前中国315个对外开放口岸 已经形成了海陆空立体化 东中西全方位口岸开放格局 中国口岸领域对外合作交流不断深入 更好的促进了跨境互联互通和贸易便利化 为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提供了有力支撑 我说后我们可以看到中越两国只有一核之隔 在远处我们还能看到两国陆海相连 我们在边境地区采访中感受到 一带一路实施十年来 中国边境口岸地区不仅在基础设施 城市建设 文化旅游 商贸物流 落地加工等方面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在区域开放格局中的角色也愈发凸显 成为一带一路建设最直接的见证者 参与者和受益者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征程上看中国 我